2019年12月2号 我第一次到田岳民老师的工作室 在此之前 我从没来过他的工作室 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利用现代互联网和3D技术 创作雕塑 并在国际上举办雕塑展的人 2017年 他把他的雕塑作品通过网络 传送到哥伦比亚 然后他就空着手就去了 以前办雕塑展 都需要把好多雕塑打包 装在集装箱里 海运过去 十分麻烦 路上还可能会破损 原来我听一故事 就是那个大卫来展览的时候 结果那个清洁工没注意 把大卫的小鸡鸡给碰掉了 然后趁人不注意又给安上了 第二天 那个展览馆的馆长来 发现小鸡鸡坏了 就问那个女清洁工说 这小鸡鸡掉了 怎么谁给安上了 那女的说 原来就这样的 馆长说不对 原来朝下的 我跟田老师第一次在他的工作室见面 在之前 他边上的这个学生 已经做了一个毛坯的我 这毛坯的我完全就靠着网络上 背后那个木板上的那些网络上的照片 今天是我第一次到他的工作室里边 他在见着我活人 如果光靠网络上那个做 那不叫雕塑 那就是造神像 他雕塑是为了节省时间 先造一个毛坯的我 今天是真正的我 头一次见面 就已经把我给做的真像 逐渐的想 你往那边转 我往这边转 往这边看 往这边看 就像我发明用我这个兜里的小破机器 一径到底不剪辑似的 我跟田老师都是互联网时代的 树写式的雕塑比画码还是复杂吧 还是难 难哈 对 更具体的 因为它是多角度的 对 画画呢 它是一个角度准了 基本上就舒服了 这个是多角度 必须是每一个角度都要正确 跟照相不一样 我照相就咔嚓一下 所以不值钱 任何咔嚓一下 节省时间的都不值钱 越花费时间 我今天是第一次到工作室那边来 我要常来几次 就会比现代素的更像 更栩栩如生 雕塑会不会就像那个 拿一张照片直接打印出雕塑来呢 打印不了 它是三维的 打印不了 如果是拿人头去扫描 可以 那是扫描而不是照片 照片不行 对 3D的照片呢 3D的照片可能行 可能行 它必须是同等 同样的文件 它才能打印出 要是学雕塑得多大 从小学吗 还是得得有很好的素描底的吧 那不是一般的 那王硕没戏了 我还说让王硕 给您当徒弟的了 跟我学照相没前途 就怎么也得练是吧 从小的童子宫 喂 那挂板 你看就看有一堆泥 然后就弄出一个人来 这玩意中国一直不行 中国只会做神像 神像就是高大上那种东西 美化的 然后来我老师那姿势 背着一手穿一大衣 或者高举一手 我举手你们前进 只有古希腊跟罗马才有 古希腊就是著名的 就是那个米勒出土的 那个水里出的 那个泡沫的维纳斯 他们一直走的是科学的道路 科学的道路 就是没有解剖 就不会有那些 所以神像是神化出来的 不跟科学无关 也跟艺术无关 是吧 艺术也得以科学为基础 对 没有科学 它没有生命力 中国实际上他就很多人 他不承认自己的弱点 老想把自己拔高 和东方艺术西方艺术 实际上是不分东西 你说的对 我就觉得就跟新闻似的 全世界就一个新闻 是吧 对 对 你可以闭上眼睛不知道 但是那个新闻 仍然是世界级的新闻 对 这个就像那个敦煌艺术一样 对 我跟很多人说 敦煌不叫艺术 那叫垃圾 它的文物价值 远远高过它的艺术价值 因为一群农民做的 农民还是吃不上饭的农民 到那去做雕塑画 那个壁画 它能好到哪去 您说的太对 我还有 还有一本画册 我没找到 下次我让王硕给您送来 就是我拍的印度 因为那个敦煌的那些东西 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 或者艺术家 模仿的印度的壁画 和那种神像 就是纳兰陀 纳兰陀 阿珍陀石窟和 阿珍陀 和什么 我现在都不会说了 我是从北京开着车 开到印度的那些地方 然后那个 我拍了好多那些 那些东西 我就一看 印度那随便拍 你只要不用三角架就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英国的殖民地 像什么巴基斯坦 阿富汗 印度 新加坡 在那些地方 不许用三角架 不许用闪光灯 但是你用照相机随便拍 那些壁画和那些雕塑 看完那个一看敦煌就不是了 因为敦煌的佛教和那些艺术品 都是直接又从印度学来的 所以您刚才一说敦煌 就是说到我心坎里边 有些所谓的艺术家 他拿懂敦煌 懂历史来骗人 来唬人 实际上都是谋生的手段 是吧 就跟加入一个单位 或加入一个组织似的 因为他说你不懂 你如果说他好在哪 他说你不懂 我懂 好像我有学们 我懂 过去的东西 我就有学问 你不懂 是你没有学问 这是文人骗人的一种把戏 因为我去那个巴基斯坦的 我想那是什么 是在那个 那个叫 他有一个博物馆 叫建陀罗博物馆 那个他就是说 印度人由于亚历山大的到来 把科学引入了 所以印度的佛像 还开始就是 长得有点像人样了 我是从红旗拉普出去的 然后叫 哎呀我都说 叫轰子好像 轰子 周恩来还去过轰子 然后由轰子往下 我就 我的脑子都说不出那些名来了 但是我有照片 是那次去是 达切诺基 赞助我一个八缸的切诺基 佳能赞助我俩相机 柯达赞助我四百个胶卷 然后我就从北京 一直往西开 就是我路过西安 叫大臣寺 当时的那个方丈叫曾秦 最近我看 他陪着习近平访问印度了 当时是我出发的第一站 就是曾秦的那个庙 就是西安的大辞恩寺 就是玄奘那个庙 您刚才那个 随手就画马呀 我还觉得 就是让我震了惊了 您这个拿块 你就先摁这 更让我震惊 刚才我刚看这个头像的时候 我觉得跟江平校长 也差不多都差不多 您这会儿摁了几下 拽了几块泥 已经有我的特征了 其他一些雕塑家 画家 他给人做像画像 他不敢让你动 如果动的话 他就抓不到了 而我不是抓行 我始终在抓 你跟我聊天时候感觉 你如果不说话 反而做不好 做他是死 所以您让我一定得真人来 我以为是有照片就行了 那照片不行 江平那个就是 我跟他聊一聊 他现在不行了 没精神了 我认识江平的时候 他最有精神的 唾沫星的四剑 我就说 他没有两根毛了 如果说您能有两根毛 这么飞起来 就是刚才您说 叫体积 靠体积来表现的是雕塑 所以他不能表现几根毛 比我好看 我真人没这么好看 他就是要出来 这猫很罕见 豹文 就叫豹猫 这不是中国种吧 对 孟加拉的 孟加拉的 孟加拉虎还在 那时候孟加拉猫 我属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您素的这些家伙 就是徐晓东也都四十多了 四十岁以上的人长得都特像 然后要把他们纯粹靠雕塑的特征区分出来 太难 如果要是全身的 他就能够多了好多的道具 可以帮人区分 就像您那双边胡圆卓 是我第一个认出来的 行者武松我也能认出来 那清兵兽杨智就认不出来 因为他那个兵器 就不是那么特出 你看那个观光就特别容易认 青龙眼月刀 是吧 黑天风吕奎 张八舌猫张飞 这都好认 所以感受头像的光 这不容易 尤其是素不戴眼镜的 我平常我一摘眼镜 别人都觉得跟不是我似的 我自己摘的眼镜都不认识 我自己 你现在可以戴上了 我把眼睛做出来 真是像哈 你怎么眼睛同两 抠出两块都要显出鼓出来了 真的像 脑满肠肥的 一看就是有耳末喉舌 这泥是什么呢 是特出的图 这是吉林那边 吉林的 白泥 我看您用那个板少 您涂地用那个工具多 您基本上都是纯粹用手 手的感觉最准确 最敏锐 所以艺术家得有一个敏锐的眼镜 一双灵 一双灵巧的手 还重要得得有一个独立 独立的思想 独立思考的大脑 所以在以后 电脑再发达 机器人 但是艺术家是没办法 是吧 艺术家必须是人 科学家可能是机器 因为艺术家他不是机器 他要做出情感来 做出感受 那种感受 只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才能有那种感受 所以您让我来 是吧 就得跟我说这话 而不是说别动别动 对对对 别动别动那是招线管 特别难的就是 他在某一个角度最像 是吧 甚至高一点低一点 应该是每一个角度都最像 应该是每一个角度都像才对 但是那样就是得特耗时成本 就特别高 我觉得 照片呢 就是在某就某一个点 某一个瞬间像了就行 画也是 但照片 雕塑就难多了 尤其是头像 因为每个人头都是一样的 除非思想不一样 但思想没办法表现 一个综合的形象 对对 这是海湾人扔钱 我只要去还没去呢 怀疑的眼睛 这样的像容易表现 容易像 嗯 嗯 就您那名薄那个我就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这素的是我 那会儿头发挺长 对所有事儿充满了希望 不像现在 绝望至极 嗯 嗯 看着一个大师做自己 很奇怪 就跟做梦似的感觉 就跟做中国梦似的 就跟做梦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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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 这本子是做梦似的 这个本子 做出一个篮本 弄我手上做像什么 啊